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悲惨世界》 法庭上书记员的灯光 正好照见玛德兰的脸 她的帽子拿在手中 衣着很整齐 礼服也扣得紧紧的 她的脸色十分的苍白 浑身微微的发抖 刚到阿拉斯的时候 她的头发还是花白的 现在全白了 到这儿一个小时的功夫 头发就全然变白了 大家都抬起头 引起的轰动是难以描绘的 旁听的一时全都愣住了 玛德兰先生转向陪审团和法庭 声音和缓地说道 各位陪审团员先生 让人把被告放了吧 厅长先生 让人逮捕我吧 你们追捕的人不是他 而是我 我叫陪审团员 我来告诉你们真相 此刻我的所作所为 在天上的上帝在注视人 这就足够了 既然我来了 您就可以逮捕我 然而 我曾经尽力向善 更名改姓 隐藏身份 发了财 又当上了市长 就是要回到善良人的行列里 看来是行不通了 总之 许多事情我还不能讲 不能向你们叙述我的一生 有朝一日 大家会知道的 是的 我偷了主教大人的东西 这是真的 我抢了小接儿位的钱 这也是真的 别人告诉你们 让阿让 是个穷凶极恶的人 说的有道理 这也许 不是他一个人的过错 各位审判官先生 请听我说 入狱之前 我是一个可怜的乡下人 智力很低 像个傻瓜 牢狱改造了我 原先愚蠢 后来变得凶残 严厉的惩罚毁了我 后来呢 宽厚和仁慈 又救了我 对不起 你们还听不懂 我说的这些话 我不用再说什么了 抓起我来吧 上帝啊 检察官先生还摇头 您说 马德兰先生疯了 您不相信我 这实在叫人难够 至少呢 千万不要判处这个人了 我真希望 然位也在场 他一定能够认出我来 任阿让 将这番话的声调里 包含着深深的宽厚和忧伤 这个不幸的人 转向听众和法官 脸上的那副笑容 使人至今想起来 还很难受 那是胜利的微笑 也是绝望的微笑 他说 现在 你们明白了 我就是 让阿让 真是太不可思议 坚持不让人相信 在这个法庭上 再也没有审判官 没有控告方 没有法警了 只有凝视的眼睛 和感动的心 谁也不记得 自己要扮演的角色 检察官忘记 他在那里 是为了起诉 庭长忘记 他在那里 是为了主持审判 被告律师 忘记他在那里 是为了辩护 令人惊讶的是 谁也没有提出问题 谁也没有 行使职权 来干预 这种景象 最奇妙之处 就在于 抓住了每一颗心灵 并把所有见证人 变为观赏者 也许 谁也不明白 自己的感受 毫无疑问 谁也没有考虑 自己看见的 是灿烂的光辉 在照耀 不过 所有人内心 都感到 通明 透亮 显然 大家眼前 看到的 是让啊让 这就光芒四射 这个人一出现 就足以照亮 刚才 还十分模糊的案子 此后 不用任何的解释 这群人 仿佛受到启示 而豁然开朗 一眼 就能看清 这件事 既简单又壮美 是一个人 舍身阻止 另一个人 当他的替罪羊 原先的种种小动作 种种迟疑 种种可能的小小抵制 都在这光明磊落的壮举中 化解了 这种印象 虽然转瞬极势 但当时是无法抵抗的 让啊让又继续说道 我不愿意再打扰法庭了 既然不逮捕我 那我就走了 我还要去办好几件事 检察官先生知道我是谁 也知道我要去什么地方 他随时都可以派人 逮捕我归案 过了不到一个小时 陪审团就决定撤销 对赏马丘的全部指控 并立即释放他 赏马丘走了 他心中不胜惊诧 认为所有的人都疯了 他一点也不理解 他所目睹的这个场面 天刚刚破晓 方厅还在发着高烧 他彻夜未眠 但是这一夜 却充满幸福的幻影 直到凌晨 他才睡着 玛德兰先生 悄悄地走进来 嬷嬷向玛德兰 讲述了昨天的情况 方厅病情加重 只因以为市长先生 去蒙飞军接他孩子 他现在才好些 嬷嬷不敢问市长先生 但是看他那神色 便明白不是从那里回来 玛德兰先生在床前站了一会儿 瞧瞧病人 又望望那个耶稣受难像 正如两个月前 他初次来到病房探视的情景 他们两个人 一个睡着 一个祈祷 各自还是原来的姿势 然而 时过两月 方厅的头发 变油白变灰 而他自己 却也已是白发苍苍了 玛德兰先生站在床前 一根手指放在自己的嘴唇上 仿佛要让屋里的什么人 不要发出声响似的 方厅睁开眼睛 看见了玛德兰先生 他微微一笑 平静地问道 玛德兰先生 我的克塞德呢 玛德兰先生 无言以对 他惴惴不安地 注视着方厅 他来探视 显然是要告诉他一些情况 而现在 玛德兰 思想却犹豫了 医生诊试完 已经离开了 只有嬷嬷 还留在他们的身边 就是在这种静默中 方厅突然喊道 我听见他 上帝啊 我听见他了 是 是我的克塞德 我听出他的声音了 我们会多么幸福啊 首先 我们要有个小花园 玛德兰先生答应过 我的女儿就在花园里玩耍 现在 他应当 认识赐母了 我叫他拼血 他在草地上 追逐蝴蝶 我在一旁 看着他玩 方厅说着 便笑了起来 玛德兰先生 眼睛看着方厅 听这些话 就好像倾听刮起的风声 精神沉入无底的思索中 戛然 方厅停止了说话 这使他 下意识地抬起头来 方厅大惊失色 他不说话了 也不再喘气了 用壁肘 半支起身子 瘦削的肩膀 从睡衣里露出来 刚才还喜悦的面孔 忽然变得惨白 眼睛惊恐地张大 望着前方 仿佛盯着屋子的另一端 什么可怕的东西 玛德兰先生高声地说 上帝啊 你怎么了 方厅 方厅并不回答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 他似乎看见的东西 他用手 碰了碰 玛德兰先生的胳膊 而另一只手 示意他朝后看 玛德兰先生 转过身去 看见染胃 事情的经过 是这样的 玛德兰先生 从阿拉斯的 重罪法庭出来 已经是 午夜十二点半了 我们记得 他订了邮车的座位 他回到旅馆 正好赶上了邮车 将近凌晨六点钟 便回到了海滨 蒙特尔 他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他写给 拉菲特先生的信 投到了邮局 然后到医务室 来看方厅 他刚离开法庭 检察官就从最初的惊恶中 醒过来 陪审团只用了几分钟 就决定对赏 马丘免于起诉 然而 检察官需要一个 然阿让 释放了赏 马丘 那就抓住 妈的了 释放了赏 马丘 检察官立即和 亭长密谈 商议了 逮捕海滨 蒙特尔的市长先生的 本人的必要性 这句话 有许多的得子 完全出自 检察官的手笔 写在 他是给检察长的 报告的底稿上 厅长一阵激动之后 也没有提出什么意义 司法必须运行 就这样 签发了逮捕令 检察官派了专人 兴业兼程 送往海滨蒙特尔 责承染卫探长 亲自执行 玛德兰的目光 和染卫的目光 相遇的时候 染卫一动也不动 并不走上前去 但是 他立刻 变得十分凶狠 可怕了 人的任何情感 都不如 得意之色 那样显得可怕 此刻 染卫简直飘飘欲先 方厅由市长先生 从染卫手中救出来之后 就再也没有见过 染卫 他在病中 头脑还不明白什么 不过他并不怀疑 染卫是来抓他的 他看到那副胸像 就吓得魂不附体 觉得自己要断气了 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 惊恐地喊叫着 玛德兰先生 救救我 任阿让 站起来 他用极温柔极平静的声音说道 方厅 放心吧 他不是冲您来的 接着他又对染卫说 染卫 我知道您的难意 知道就好 快走 染卫讲这句话的时候 声音都变了 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野蛮 和疯狂的意味 在他的心目中 染阿让是一个 捉不住的神秘对手 是他搂住五年 而未能摔倒的 阴险的决斗士 这次逮捕不是开始 而是结束决斗 因此他仅仅说了一句话 喂 快走 他向染阿让 投去了铁钩似的目光 而两个月前 方厅也就是感到这种目光刺人骨髓 方厅听见染卫的吼叫 又睁开眼睛 但是市长先生就在跟前 他方厅怕什么呢 染卫走到屋子中间 嚷嚷道 哎 我说你走还是不走啊 不幸的女人看看周围 屋里只有修女和市长先生 对谁这样轻蔑地称呼你呢 只可能对他 方厅不寒而栗 而在这时候 他看见了一件怪事 闻所未闻 就是在发高烧 做噩梦中也没有见过 他看见 警探揪住市长先生的衣领 看见市长先生低下头去 方厅觉得 这个世界要消逝了 的确 染卫揪住然阿让的衣领 方厅叫道 噩市长先生 染卫哈哈大笑起来 在宁孝中 他露出了所有的鸭齿 哈哈哈哈 这里没有什么市长先生了 染阿让 并不想挣脱揪住他礼服领子的手 他说道 染卫 叫我探长先生 噩 探长先生 我想单独跟您说句话 大声说 你得大声说 跟我讲话 要大声 我对您 有个请求 我跟你说了 要大声讲话 可是 这事 只能说给您一个人听 那又怎么样 我不听 染阿让转向他 声音很低 又很快的对他说 请您容我三天时间 用三天 去接这个可怜女人的孩子 费用由我来付 您如果愿意 可以陪着我去 开什么玩笑 来这套 我没有想到你这么蠢 要我容你三天好溜走 你说去接这个婊子的孩子 哈哈哈哈 好啊好啊 好鸡了 听到这儿 方天浑身一抖 他高声的说 我的孩子 去接我的孩子 原来 他不在这儿 嬷嬷 回答我 可塞他在哪儿 我要我的孩子 马德兰先生 市长先生 任为跺跺脚 他又揪住 咬嚷的领带 衬衣和衣领 眼睛盯着方天 又说道 现在又掺和进来一个 还不闭嘴 搜货 这个脏地方 苦一犯 当行政长官 妓女呢 像伯爵夫人一样 让人侍候 真邪门啊 可现在 这一切都要变变 是时候了 我告诉你吧 这儿根本就没有 马德兰先生 也根本就没有 市长先生 只有一个贼 一个强盗 一个叫 然而让的 苦一犯 我抓住的 就是他 就是这码事 方天 啵朗一下起来 僵直的手臂 支撑住身子 他瞧瞧 然而让 又瞧瞧 忍卫 又瞧瞧修女 张嘴 好像要说话 可是 嗓子眼里 只发出一声 咕噜响 他的牙齿打扇 惶恐地伸出双臂 惊弯地张开手指 就像溺水的人那样 像周围乱抓 继而 他颓然地 倒在枕头上 他的脑袋 撞在床头 弹回到胸前 嘴张着 眼睛也张着 但是 他的眼睛 黯淡无光了 方天 死了 让阿让 把手放在 忍卫揪住 他的那只手上 如同掰孩子的手一样 将他掰开 然后 对忍卫说 您 害死了这个女人 让阿让 臂肘 倚在床头的 圆球上 手拖着额头 开始凝望 躺着不动的方天 他这样 静默地待着 心中想的 显然不是 这世间的事情了 让阿让的脸色和神态 只表现出一种 难以名状的痛惜 他这样 冥想了一会儿之后 又俯过身去 低声 对方天 说着话 一时间 方天的脸庞 仿佛出奇的明亮 方天的手 搭了到床外 让阿让 跪到这只手前 轻轻地把他拉起来 吻了一下 然后 他站起来 转身 对阮卫说 现在 我 跟您走 阮卫将 让阿让 送进了 世监狱 当天傍晚 快到平日 玛德兰先生 回来的时刻 忠实地 门房 机械地站起来 从抽屉里 取出 玛德兰先生 房间的钥匙 挂在 他习惯 自取的 钉子上 又拿起 他每天晚上 上楼回房 用来照亮的 竹台 放在身边 就好像 他还在 等候着 玛德兰先生 恰好在这时 门房的 玻璃窗 开了 一只手 伸进来 摘下钥匙 拿起 竹台 把一只 蜡烛 点着了 门房 老太婆 抬头一看 不禁 目瞪口呆 他差点 叫出声来 他熟悉 这只手 这条胳膊 这礼服的袖子 正是 玛德兰先生 上帝啊 市长先生 我还以为您 他戛然住口 这后半句话 会抵消 开头的敬意 而在他的心目中 任阿让 始终是 市长先生 你还以为我 是的 我是去了监牢 不过 我折断窗口的铁条 从房顶跳了下来 又回到了这 我要上楼回房间 你替我去叫一下嬷嬷 她一定守候在 那位可怜的女人的旁边 老太婆遵命 急忙去了 然阿让 刚在一张纸上 写了几行字 将这张纸 递给了修女 他同事说道 某某 请将这个 交给本堂神父 这张纸 没有折起来 修女望了一眼 他说道 你可以看看 我请本堂神父先生 料理我留在这里的一切 请他用我留下的钱 支付我的诉讼费 和今天去世的 这个女人的丧葬费 余款捐赠给穷人 一个小时之后 一个汉子匆忙离开海滨 蒙特依 穿过树林和业务 朝巴黎的方向走去 那个人就是 然阿让 我们所有的人 有一个母亲 大帝 方婷回到了 慈母的怀抱里